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呢 我现在开的是那个日常的齐骏 什么时候买的呀 16年买的 开了三年多了 当时为什么买这个车呀 都是 首先肯定是便宜三 然后性价比高 底盘也比较高 空间也比较大 油耗又低 现在开了三年多时间 你觉得它好的地方是哪些呢 好的地方都是 反正朋友们坐车都觉得 我这个空间大 出去耍的时候 就是底盘比较高 油耗玩水都不是什么问题 油耗率比较低 比较省钱 然后都是 就是这种操控感比较爽 觉得它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呢 都是想吐槽啊 都是它不好的地方有两点 就最近一直困扰我的 一个都是我在就是开车的时候 打倒车呀 就前轮那个位置 偶尔会嘎嘎嘎嘎响 然后我也跑去 4S电问了 有个跟我说 他说这个是正常 我都觉得莫名其妙的 我说 我说这个车本来很满意的 哪个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啊 另外一个都是 CVT的这种操控 按理说很顺畅 但是我有时候开起来 它都一揉一揉的 它很卡顿 就是不顺畅的时候也有 都是这两个问题 不要困扰我 如果你给爱车打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 90分吧 因为毕竟喜欢它才买撒 然后但是这两个问题不解决 我肯定要去10分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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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